大家好,我是安大雄 咱们焦虑的朋友们 在康复的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比如说失眠 还有身体上的痛苦 负面情绪的纠缠 这些都还好解决 无非就是把身体调养好 然后放松,运动 调整认知,心态,吃药等等 都是有方法的 但还有一个很难缠的烦恼 就是强迫思维 这思维,想法,这些东西无形无相 看不见摸不着 你跟别人说,别人也很难理解 就觉得是你自己想太多了 尤其是有些想法 就是摆脱不掉的时候 自己还会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 是不是精神不正常了 所以要想说清楚强迫思维 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强迫思维 强迫思维跟一般焦虑的区别是什么 咱们焦虑无外乎就是身体上的不舒服 担心具体的事 比如说未来会不会好 出门会不会晕倒 担心现在的情况和未来 强迫思维跟这个也有关系 但是也不太一样 就是自己明知道这个想法很糊涂 很不合理 但是始终就是摆脱不掉 总是在那里纠缠着你 怎么说服自己也不行 焦虑的对象就是这个想法 比如说总是担心害怕细菌 或者疑病 自己也知道确实没事 也亲洗手了 也确实检查了 就是没病 但是总是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摆脱不掉它 有时候转移注意力好像有点用 但是这些想法呢 经常时不时的又跳出来了 就搞得自己很没有信心 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消失 什么时候又会出现 就像头脑中有一条狗 在对着你汪汪的叫 你想要消除它呢 还不知道从哪下手 你说气人不 那强迫思维呢 虽然很让人痛苦 但在森田教授的书中 他是这样说的 强迫观念的治愈 就是烦恼的解脱 思维上的烦恼 是人生最根本究竟的烦恼 所以本期视频和下期视频 咱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强迫思维 本期视频呢 是关于森田疗法 那下期视频呢 是有关禅修或者佛法 对思维上烦恼的解决 想要了解强迫思维 首先要知道强迫思维是如何形成的 那前面几期视频 我们说了一并素质和精神交互作用 强迫思维呢 也是这样形成的 大家自己也知道 咱们每时每刻脑海中都有很多想法 但很多时候啊 这些想法都过去了 也都不会成为强迫思维 本来呢 这个想法一产生呢 我们也会跟着想 做点事啊 注意力一分散呢 这些想法也就过去了 就想别的事去了 那因为焦虑的朋友 整个人的状态很差 再加上失眠呢 长期精神压力大呀 脑子很乱 很疲惫 也很敏感 或者呢 本来就有这个一并素质 就是对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很敏感 然后因为遇到某种契机 一个想法产生 那自己呢 就捕捉到了这个想法 就给他画了一个红线 好像特地把它标注出来了 哎呀 这个想法可不得了 可不能这样想 它不应该出现呢 我怎么能这么想呢 那比方说 看到水果刀就产生一个想法 哎呀 我会不会用这个水果刀伤害自己呢 自己看到这个想法就感觉不得了 哎呀 这太可怕了呀 就产生了对这个想法的对抗 结果呢 慢慢的 注意力呢 总是往这个地方倾注 总是惦记着这个事 总是想着哎呀 自己会不会真的伤害自己呢 越是想越是怀疑 反而强化了这个想法的存在 这就是精神交互作用 那时间长了之后呢 其实自己也知道不会这样做 就开始怀疑 你看我有这个想法 肯定不对吧 这是病态的 是不正常的 内心呢 就特别不希望这个想法产生 觉得只有解决这个想法 自己才能好起来 就开始对抗这个想法 但是越想要消灭这个想法 越是说服自己 反而越是让这个想法 经常的出现 这就形成了思想的矛盾 内心的冲突 对抗 到了这个地方呢 强迫思维 才真的形成了 怎么解决呢 咱先放一放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要搞清楚一个问题 那这些想法的产生 真的是病态的吗 为什么脑海中会产生这些想法呢 什么叫精神结抗作用呢 就是当我们产生某种感受 和欲望的时候 也会产生与他相反的想法 比如说 别人夸你的时候 哎呀 你真厉害 真佩服你 这个时候啊 我们会很开心 但是呢 同时也会反省自己 感觉有点内疚 哎呀 你可别捧我 我什么也没做嘛 都是我该做的 在街上呢 看到一个美女 哎呀 觉得长得真好看 多少呢 也会有一点猥琐的想法 这个时候呢 内心也有一个声音 你小子很不道德呀 怎么能这么流氓呢 你不要盯着人家看嘛 这样很没礼貌嘛 万一人家发现了怎么办啊 其实我们的想法 是随着环境啊 不断变化的 在变化的过程中 想法和想法之间呢 也是相对的 彼此之间 也是互相平衡的方式来调节 就像我们的胳膊 想要伸直胳膊 那胳膊外侧的肌肉 就会越来越收缩 内侧的肌肉 就相应的 会越来越伸展 它们之间呢 就是互相平衡的关系 可如果你使劲的 把两边的肌肉都绷紧了 那这个胳膊呢 就不能弯曲了 它就不能动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思维上也一样 当我们产生某个欲求 会产生一个想法 这个时候呢 也会有相对应的想法产生 然后从中做选择 比方说站在高处 想要看风景 突然会想到 自己掉下去的画面 这其实是思维本能的一种反应 产生掉下去的想法呢 并不是说你真的会跳下去 只是通过产生这样的想法 来告诉你 看风景可以 但是呢 你也得注意到危险 如果没有这个想法去平衡 自己呢 只是贪图风景的美好 就不容易注意到 站在高处的危险 也就是说 我们很多的思维 想法 它们本来就有自然的平衡 而强迫思维呢 就是把正常的想法 当做了不正常 甚至呢 认为自己是病态的 就执迷在 这个想法产生的恐惧之中 就像刚才说的水果刀 那修水果的时候 会很自然地想到 会不会割伤自己 那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 可能想的会更夸张一点 但是呢 这都是合理的 因为出发点呢 就是头脑自发的保护机制 但我们自己呢 就误判成了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应该的 是不道德的 是不合理的 是不应该出现的 就像刚才用胳膊的运动 来比喻想法 与想法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只是 使劲地收缩单侧的肌肉 那这个胳膊的运动 肯定也不自然 对想法 如果只是压抑 抑据 一边的想法 去跟它对抗 我只想让我的脑海中啊 只有这些幸福快乐的事 我就不能想这些不好的事啊 就不能有这些糟糕的想法 这肯定是不现实的 这是违背自然的 这就是那个矛盾所在 排斥想法 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 反而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你肯定它呢 就是越跑越远 你否定它呢 就是跟它打架 最后呢 搞得自己精疲力竭 也没有办法消灭这些想法 那三天教授在书中 是这样说的 如果知道这是最初 因为某种契机 而引起的精神结抗作用 是在常态下 发生的普通心理现象 那就不会出现强迫观念 但如果认为它是异常的 病态的特殊心理 就会发展成强迫观念 也就是说 所谓的常态 和强迫观念之间 仅仅是毫厘之长 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以前呢 有个老大爷 胡子很长很好看 被称为美然翁 有一天呢 这个国王就问他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个胡子是怎么放啊 这个长胡子大爷就想了想 哎呀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注意到的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琢磨了 对啊 我这个胡子应该放在哪呢 是放在被子外边呢 还是被子里边呢 怎么想都好像解决不了 怎么放呢 都感觉不对了 然后呢 就失眠了 他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也从来没有想过 也从来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但到了晚上 专心致志的 想要搞清楚的时候 反而焦虑了 那比方说 一个人走在街上 哎 他突然发现 哎 我怎么总是能看到这个数字四呢 这样不好 这个四啊 他不吉利啊 是不是大凶之兆啊 我最近有雪光之灾啊 然后呢 他就觉得这是个问题 就开始不断的想 不断的琢磨 那注意力呢 就开始不断的往这个地方倾注 到这个时候呢 还不是强暴思维 在这个基础上 他再加上一个思想矛盾 就想着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总是想着 哎 不要看到这个数字 自己越是这样排斥它 就越留意到 自己看到的所有数字 就去找 里边有没有这个数字呢 结果啊 总是能够看到四 到这个时候 注意力持续的指向 去观察数字 才形成了强迫思维 事实上呢 阿拉伯数字就十个 怎么着都会遇到 这是你平时从来没有注意到 然后呢 突然注意到之后 觉得它是不正常 不合理的 逐渐的才发展成强迫思维 那对于其他的强迫思维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强迫洗手 担心细菌 总是想着我接触了什么 会不会有细菌 觉得这是个障害 这是个问题啊 万一感染了怎么办啊 到这里呢 也就是一般的焦虑 那这个时候 再加一个思想的矛盾 就是不想让手接触到细菌 不应该有细菌 那拼命的去避免 自己接触到细菌 但是呢 永远也无法保证 只能盲目的 通过洗手来缓解焦虑感 最后呢 每天都想着 怎么避免细菌 总是在留意 哪个地方有细菌 最后呢 也就形成了强迫思维 那说到这里 大家也就发现了 其实所有的强迫思维 都是关于担心恐惧的事情 或者是自己讨厌 厌恶的想法 或者是认为 这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障碍 然后呢 去纠结 去执着在这个想法 制造的这些灾难想象里面 好事啊 你肯定也就不强迫了 强迫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自己想要避免的事情 本质上呢 也是在保护自己 但这种防卫啊 没有任何的意义 这个地方呢 我就不多说了啊 大家呢 可以看上期视频 那怎么样才能减少这些杂念 才能消除这些想法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一个月前 你都吃了什么饭 你还能记得吗 好像要很使劲的想 都不一定能想得起来 因为自己并没有太注意这些事情 吃完就拉倒了 很自然就忘记了 但有些事情 反而自己越想忘记 就是越忘不掉 想要忘记一个事情很简单 就是弱化跟这个想法的连接 忘记呢 也就自然的发生了 就是不给念头 施加任何的作用力 也不去肯定 也不否定 就让他待在那里 爱咋咋地 他自然就越来越淡化 逐渐的也就消失了 想法呢 就是在不断变化了 时时刻刻 都有新的产生 有旧的消失 我们的想法 不是凭空产生的 是在各种情景 情绪的影响下产生的 随着环境 情绪和时间的变化 它也在自然的变化 当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 想法也会消极 当自己很愤怒 也会想一些极端的事情 随着情绪的瓶颈 想法也会减少 在各种痛苦的折磨当中 有一些极端的想法 也很正常 这都是暂时的 只是想了 不代表你会做 不用改变什么 不用刻意的去解决什么 只是观察到了 然后呢 就这样吧 继续做手边 该做的事就可以了 我们要搞清楚 用想法去对抗想法 或者压抑想法 企图消灭想法 都是没有办法 真正解决的 无论你是说服自己 还是强迫自己去忘记 可能只是暂时 起到一点效果 但是呢 都不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 我们自己要看到 想法仅仅是存在于我们主观 头脑当中的 是我们的一种想象 无论自己在强迫着想什么 都要分清楚事实和想象的区别 一切呢 都要以当下的事实为真 从本质上来说 强迫思维 就是在对抗想法 想法本身就是虚无的 你跟它纠缠 才成了烦恼 所以呢 当它到来的时候 就让它待在那里 就让它来 看到想法只是一种心理活动 只是一个念头 跟我们平时的念头没有差别 没有必要去否定它 也没有必要去肯定它 也没有必要去评价它好坏 它顺其自然地出现了 然后让它顺其自然地离开 打个比方 这个想法就像天上的云朵 不变的是这个天空 是这个空间 云朵呢 一直在飘 一直在变化 一会儿变成乌云 就像我们一些糟糕的灾难想象 一会儿呢 又几乎没有 清空万里 一会儿呢 又变成了某个形状 其实都无所谓 因为天空呢 不会在意云的形状 也不会因为云的形状如何如何 就想着躲开 没必要啊 更不会想着就刮个风 把它吹走吧 反而这个风月吹呢 可能云才越来越多了 我们观察到想法 就创造了自己跟想法之间的距离 看到它 不过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信息流 当你观察到想法的时候 也就找到了我们的本质 也就是 我并不是想法呀 我是观察这个想法的人 这个位置是永远不变的 站在这个位置 也就超越了想法 那么刚才说的这段啊 其实呢 就是咱们冥想打坐里边练的东西 就是这个定力 这个定啊 不是强迫自己去把注意力放在哪里 而是退后一步 站在本质 或者站在一个锚点 去看这些现象 站在不变 去看变化 提升自己观察的高度 去俯视这些想法 就像天空 看着云彩飘来飘去一样 本期视频呢 咱们也就知道了 强迫思维是怎么回事 在认知上面呢 就是解决思想上的矛盾 要知道想法出现是合理的 不是不正常的 没有必要去对抗它 也没有必要围着它转 越跟着它转啊 就越像是被拴住的驴一样 就是都是原地打转 最后搞得自己筋疲力尽 也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就让它顺其自然地来 然后顺其自然地走 根本上呢 我们就是要知道 我们并不是想法呀 我们是想法的观察者 想法呢 无论如何 也不会怎么招你 你是主宰 它不是 然后呢 通过正念冥想 打坐静坐的方式 去练习 去培养定力 慢慢地呢 也就掌握了 减少杂念的方法 自然也就不会被这个想法 搞得乱七八糟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呢 我们再更深一步 去找一找 我是谁 一切都是好起来的 我是安大雄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赢了